嗨,大家好,我是威斯蒂 这边我要介绍跟记录在台湾的国民饮料 那这边介绍的是茶里王白豪乌龙 好,那这个茶里王白豪乌龙 在台湾也是存在非常悠久的历史的 印象中大概在我2005年那时候呢 就有喝过这款茶的饮品 好,可以看到在包装后面上面呢 那这边也有这个茶里王白豪乌龙这些相关的标题字 那下面这边也有放了一片茶叶的图片 那对照后面的这个透明的宝特瓶呢 它可以把这个茶叶的颜色在这边呈现出来 OK,那可以看到它下面这边有说 它是单细胞生茶萃取技术 所以用它这个制造出来的茶呢 回甘就像现泡一样好喝 OK,好,那所以可以看一下这个茶里王白豪乌龙 它有一个包装封面的部分 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侧边 好,这边我们看一下它的品名跟原料 那它的原料呢就是水、蔗糖、乌龙茶 跟茶的萃取物 还有香料 维生素C 抗氧化剂 小苏打 OK,这些东西 好,那所以它这一款呢算是乌龙茶再加上糖 这样的一个茶饮 OK,那其他的这个资讯呢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上面这个文字的部分 好,那下面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营养标示呢 它每一份是300毫升 那这个包装有两份 那它的一个糖含量呢是12.3公克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售价是新台币20元整 那这边还有它的一个二维条码的部分 这个制造商的一个相关资讯 这边也可以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那这瓶装侧面的这些相关的图纹的部分 好,我们看一下瓶子的上方 那这是瓶子下方的部分 好,那这个就是茶里王的白好乌龙 它的一个瓶装样貌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白好乌龙呢把它打开来 看一下它一个茶汤的颜色 好,那我们这里把它倒出来 好,可以看到呢 它的一个茶汤颜色呢看起来就比较深沉 有点像那种红茶 这样一个颜色的感觉 那这个茶闻起来有一股加了糖的乌龙茶 这样一个香气 那喝起来的话呢 也是传统乌龙茶再加上糖 这样的感觉 那如果之后 我觉得有一种香醇回甘的这种感觉 这个加了糖的这个乌龙茶呢 味道其实还不错 那对喜欢喝甜的朋友的话呢 可以来参考看看 这一款这个白豪的乌龙茶 那这是茶汤的颜色呢 让大家可以来再参考看看 好,那这边我们就为大家介绍 好,我们带会来这个茶里王白豪乌龙 到这边 那我是威斯利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好,那这我们来看一下 由同一企业所推出来的茶里王 相关的宝特瓶装的茶饮 那它也跟我这个日式乌糖绿茶 还有这个台式绿茶 跟白豪乌龙茶 还有清新乌龙乌糖 跟英式红茶 还有这个伯爵红茶 跟这个四季春茶 等这几款饮品 那日后呢 我们再为大家一一的介绍 那这也先让大家 可以看一下